要登机了,才在那边上影片 要登机了先生,登机了 现在是1点56分 马上就要登机了 这一次做的是EVA航空 中文好像是叫长荣航空 我记得在曼谷去过他们的hotel 但是从来没有登上过 因为毕竟是非台湾的航线 不过这个名字我还是蛮喜欢的 EVA 因为说最近有流感 所以现在戴口罩的人不少 平时 这次做的是一个夜间的航空 2点多出发 然后3个多小时到台北 就是想尽量早一点到台湾 这种夜里的航班 我其实蛮喜欢这种夜里的 我其实还蛮喜欢这种夜里的航班的 因为一大早上就到了 不浪费一整天白天的时间 缺点就是可能会比较累 因为这次的行程 我一共只去10天 所以我是想把10天都待满 已经2点多了 但是还是一点睡意都没有 可能还是心情比较激动吧 我也不知道在激动什么 等一下就要去飞咯 我听过粤语的 南无斯坦我头一次听到台语的 EVA的飞机餐 这算不算是在台湾的第一顿饭呢 打开看看什么样子 Chicken rice 两位呢 苹果汁 鸡菜呢 啤酒吧 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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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见过的啤酒 真是两位? 断青社 ュ pediatric确 承计 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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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乘車 哈哈 discuss 还是一点睡意都没有 过海关人非常的少 就是不到五分钟就出来了 这边有一个抽奖 之前女朋友告诉我说 这个游客可以参与这个抽奖 我们来试一下吧 靠谣下次再见 首期整备要来拿电话卡之后大车去市区 台湾电信的玉三家 春华电信 远传电信 还有台湾大哥大 这有零食 可乐果 柠檬口味可乐果没有吃过呢 张俊雅小妹妹 这之前也有见过 美美小泡芙 都是有吃过的呢 刚刚有个大哥过来问我要不要坐这种车 原来台湾也是有这种要不要坐车的这种 他们我去哪里 然后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我们现在在往台北市中心的方向移动 好像是新北吧 反正都差不多了 台北新北 没有差不多好不好 就是首都圈嘛 就是东京和千叶的这种区别 都是在一个大圈圈里面的 我不知道东京和千叶的区别 但是我知道曼谷和农塔布里的区别 曼谷和农塔布里 所以就隔一条河啊 嗯 对啊就是首都圈没错 像台北和新北 你这么说也不错没错 就像台北和新北就是隔一条河啊 台北和新北和什么河 知道 永河 不是是中河 中河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啊 大家可以忽略这个什么港厂科啊 不是魏厂科 所以我是在地图上随便设的一个大概的位置 早上也是蛮塞车的 这一段就完全是红色 但是 实际上的路况呢 看起来也还好 至少速度有维持在30米左右 这个程度的话 如果是在泰国的话 那地图上显示就一定是黄色了 但是台湾这边就已经显示是红色了 说明这边台北这边的塞车的情况 远远赶不上泰国的严重 刚说完他就他就不动了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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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了一觉神情气爽 本来想的是今天早上六点多 七点左右就已经到台了 我来完了吗 一整天的时间不要浪费 赶紧出来把东西放在住的朋友家里 然后马上就出来 但是我还是太天真了 因为毕竟飞机上只睡了可能不到一个小时 如果是我20岁左右的时候 然后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不得不承认现在岁数大了 这个体力还是跟不上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到了那个住的地方之后 洗了个澡 然后倒头就睡了 不过也OK了 至少现在的这个 经历是百分之百旺盛的 作为本次到台湾 所拜访的第一个观光景点 其实严格来说这里可能都不算是观光景点的 我觉得 就是这个228和平纪念碑 我见过很多很多的纪念碑 其实 头一次见到 这个造型是这个样子 就是很有个性的一个造型 正好旁边还有人弹唱 就把它当做我的背景音乐好了 关于这个来台湾的第一站 为什么选择了 228纪念公园 因为我觉得228事件呢 对于台湾来说 算是近代历史上 算是台湾的近代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一次事件 具体是什么事件 相信所有的台湾人都会知道 正是因为有了28事件当中牺牲的这些台湾先烈的努力 才能逐渐换来台湾今天的这个自由和平等 所以我想作为来台湾的第一站 首先来和这些台湾的先人们打个招呼 还有一个事情可能比较私人一点 就是我选择今天来台湾的这个日子刚刚好 也是我父亲的一个忌日 虽然说我父亲一辈子都没有来过台湾 然后和台湾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他的这个思想啊 以及信念 如果他是活在这边的话 可能会更开心一点吧 虽然他的肉身啊 永远都没有办法来到这里 但是呢我想带他的精神 一起来这边看一看 他的精神是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我了 有一说一啊 我发现这个二十八纪念公园的情侣还是蛮多的 大家选择约会的地方也蛮文艺的嘛 有可能大家想的也是呢 能够获得先烈认证的爱情会比较稳定 国立台湾博物馆 今天时间不多应该不会要去了 门口我看到有不少泰国人在那边拍照 OK那二十八纪念公园先逛到这边 接下来呢我就要去造成二十八这起事件的主要责任人 讲中正的中正纪念堂 补充说明一句啊 我刚从这个二十八公园出来 我发现他这个公园还有那个纪念碑的全城是二十八和平纪念公园 虽然他是有纪念的 但是呢 他前面放了和平二字 我觉得这个keyword不能给人家漏掉 因为纯粹的纪念和和平纪念 它不是一个概念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自由广场 这里还蛮大的哦 我的正面啊 这边应该是北面吧 广场的巨大排便 西面有国家戏剧院 国家戏剧院 然后再来是东面 东面是国家音乐厅 这个建筑风格呢 跟那个紫禁城的都蛮像的 然后最后再来就是 南侧 不是南面啊 不是南侧 南面就是自由广场的正中心的位置 就是中正纪念堂 可以说是外国游客来这边呢 必打卡的一个景点之一 因为毕竟呢 都是免费的 也没有任何门票可言 OK 现在我身后的就是这个自由广场啊 应该看的比较清楚了 其实这里跟中山陵呢 非常的相似啊 都是门口有一个很大的牌楼 这边是中正纪念堂 中山陵的话呢 那就是中山陵了 只不过中山陵可能就是它的台阶 要比这个中正纪念堂要多很多 拍到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 中国国内的这些网站啊 应该是都上不去了 无论是中正纪念堂的配色 还是自由广场的牌楼的这个配色 都是这种蓝白相间的 跟南京中山陵的那个配色呢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非常好理解啊 这个就是可以代表国民党的颜色嘛 但这里呢 其实跟南京中山陵的设计风格 也非常的类似啊 因为毕竟啊 老蒋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 对不对 他可能也希望自己死后呢 我们的这个风格啊 能跟中山先生相似 到了这里不得不提嘴 其实我跟蒋介石呢 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缘分的啊 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影片啊 比如我 YouTube频道里面的第一个影片 就跟Chan Kai-shek有关了 当时我频道里的第一支影片 主要讲的是一些 关于这个微陀玛拼音呢 还有汉语拼音 以及有气音必气音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啊 语言性质的东西的一个影片啊 当时呢 引用的一个微陀玛拼音就是Chan Kai-shek 这个也是为什么在英语圈中呢 蒋介石读作Chan Kai-shek 虽然我无法想象 当时我是怎样的一个心境啊 制作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影片 然后竟然是这样一个话题 从我刚开始做影片 到现在为止 已经过去三年多的时间了 然后我频道呢 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 但是anyway 如今我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 Chan Kai-shek 据说这个纪念堂门口的阶梯啊 一共是89级台阶 象征了蒋介石的生平 一共是89年 他活了89岁 中间的也是这种汉白玉的雕刻 哦 好像是那个哨兵换岗 我们现在赶紧过去看一下 整点了吗 哦真的是整点 大家都在拍啊 来的有点晚了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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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岭的设计风格感觉和中山岭真的是非常的像 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本质的区别 这一点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我今年在去中山岭的时候 那我也是我第一次去中山岭 第一次去南京 第一次去中山岭了 中山岭从规模上来说 的确是要比这边是要比这边要大很多然后爬那个台阶相当的累了就爬上去爬上去都累个半死 然后呢也是蛮庄严肃穆的一个地方 但是但是最关键是中山岭的那个中山岭里面是不可以拍照和录像的 其实我那个时候 当你把头抬起来 当你把头抬起来就会有一面巨大的青天天白日在那里等着你 所以我就知道为什么中山岭里面是不可以拍照和录像的了 怎么说呢就有一种白夜型的感觉 这里有一个缩放的模型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到这个全景 想象中正纪念堂的一百种方式 中正纪念堂 自由的灵魂 VS独裁者 左边和右边要去哪个呢 是台湾安斗日本 美术交流展 还是自由的灵魂VS独裁者 我觉得我应该能看得懂这个吧 本展馆提供语音导览服 请扫描QR Code 连接FB Messenger FREE哦 而且这边还是FREE的 国内很多这种景点呢 国内很少有FREE的 你看台湾这边就 人家就都是FREE的 这点很好 话说它就算有的地方有门票 我在网上看了 有门票也没多少钱 这边有很多老照片在这边 这个就是民进党比较早期的法旗人 黄欣介 就是从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去吧 就是台湾呢就逐渐走向了这个民主化的进程 这个正南荣殉道事件 我也有耳闻 然后也曾经看过这个事件 然后也曾经看过这个事件 争取百分之百的自由 这个是 不知道这个是还原的当时的这个自焚事件的场景 还是还是真的把那些东西搬过来 然后就做的很逼真的 难道是真的吗 有可能是真的哦 河北美丽岛 什么是FOMOS 我认为自由的岛就是美丽岛 这个纸艺术展览 中正纪念堂的一楼大厅 在有这个纸艺术展览 看上去超级像薯片的有没有 是不是 感觉是被薯片包围起来的世界 一定很幸福吧 好想摘一片来吃一吃 这个像什么 像不像鱿鱼拳 是太饿了还是怎么样 怎么看什么都像吃的 摸笔乌丝圈嘛 小的时候经常玩日本 自己剪一张纸就可以做 我人家这个做的还是比较精细的 这边一个人都没有 安静的恐怖 那边有音乐声 唱歌声 很诡异 所以声音是从这个 projector里发出来的 哎不对 好像又是这里 啊这有电线嘛 这有电线嘛 嗯 speaker在这里 我特别喜欢这种美术馆的艺术馆之类的地方 不是说咱有多懂艺术啊 我对艺术是一窍不通 但是我懂避暂 但是我懂避暑 这种地方 空调开的一定很足 送啦 where is me 这里啦 哦 有一个看起来 氛围不错的餐厅呢 虽然台币和泰铢的这个汇率差不多啊 但是嗯 感觉也不是很贵呢 不错哦 在这斜斜脚好了 哎呦 比如 来台湾的第一杯咖啡 环境非常的我瞎脸 很有艺术的感觉 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靠这少可 就是哎 这边大家喝冰咖啡是不用吸管的吗 没有想到我来台湾的第一个culture shock 竟然是喝咖喝冰咖啡没有吸管 少可的程度实在是太低了 少可的我想要一根吸管 你好 有吸管吗 没有吸管是吧 ok 好好 哦 原来如此 哎 果然还是要靠问的 原来是环保的原因 人家不提供吸管 这个 这个就make sense了 ok 嗯 是不是喝冰咖啡本来就不需要吸管 难道说我被泰国带坏了吗 对 我想想这个东西好像的确也没有什么用吸管的必要 你毕竟也可以喝 就好像我们在泰国喝啤酒加冰咖 也不会用吸管喝一个道理吗 对 以后我要改掉这个喝咖啡用吸管的毛病 等一下晚一点我会我会去到东区那边和女朋友 还有还有还有一个神秘来宾会合 所以呢这一期就先到这边 等一下我们东区再见 拜拜 我猜台湾应该没有给小飞的习惯 如果是泰国的话可能一些零钱就不要了 特意给了一张一千块 因为我神神一分钱零钱没有 这一千块就是为了想要拿一些零钱出来 5块10块的 还有1块 头一次看到500块的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嘉义那个卡诺 嘉义卡诺也在我的行程里面 到时候去看一看 顺手捐发票 那我就直接把发票捐掉了 小飞蛋